在疫情底下 不要說體素 生活的起居飲食 都對我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困擾 在種種不穩定的因素底下 令我對未來很多東西 都很難掌握 很不實在 我自己一直都有一本 寫下我自己每個月要做的事 會看的表演 可能以前每個月 都會有一兩套自己賣票去看的表演 但到了2020年 基本上我本寫下的表演 可以說是空白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無論是上課、去看表演 又或者是學樂器 其實都要隔著螢幕 但當我看一看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其實都是欠缺一些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最重要是沒有了那種現場體素 才會有的震撼的感覺 過去一年疫情 其實自己也是一個香港人 在這個環境生活 其實都是跟普通香港人一樣 面對著很多不確定性 很多迷惘 一開始的時候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所有的課外活動班 或者任何的班 全部都停了 我們真的沒有東西可以做 也不知道怎麼辦 過往那一年 其實都幾百感交集 因為很多人想做 也好像同時間 很多事都還未準備好 去做到 受疫情影響 藝術行業遇到很多困難 青少年之友的藝術教育 亦面對全新的挑戰 尤德著士紀念基金 繼續不為餘力 支持青少年之友 向香港學生提供高質素的藝術教育 讓學生仍然可以體會到 藝術的魅力和樂趣 在一年青少年之友的很多種活動 都非常符合今年的藝術展 這個軟在止尺的主題 雖然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也很難聚在一起 但是透過欣賞藝術表演 網上的都是 當中我們有一些共鳴 好像都是聯繫起來在一起 我們Young Friends的主題是 可能性 其實對我自己 我也是要想想 如何呈現到不同的可能性 開始就會說有些網上的課堂可以出現 的確是有些新的可能性 譬如是我們可以研究一下 如何在網上課堂做到一些 可能是一些寫劇本的東西 又或者是鏡頭運用 又如何可以帶出一些信息 在疫症底下 雖然我們用了不同的形式 將Eton & MC Square 呈現 用拍攝研頭在網上播放 但是在我們的過程裏面 我們發現原來 所有的藝術都在講謹慎 我們今年同學欣賞藝術 是透過這個線上線下 亦都提供了一個 更加特別多的一個可能性 其實我們很多年都很鼓勵 學生參加青少年之有的活動 在疫情下初時我們都擔心 會不會其實 搞不到了 不可以參加 但是又很開心 因為青少年之後 其實有不同的安排 我們以往和青少年之後合作 我們知道你們的質素 真的很高 我們也知道那些藝術很有心 其實看的時候 是真的感受到震撼的感覺 因為那種藍美音樂特色 是真的隔著螢幕都會感覺到的 看完《E2 MC2R》 我自己明白到 就是面對這些種種的一切 其實只有一個正面的態度 不怕難關的心態 其實就可以將這些問題都解決 藝術教育是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當觀眾有它的品味 有它的追求 也都懂得如何去criticize 它看到的東西 其實是會幫到藝術家做更加好的東西 而它更加好的東西 也都會令觀眾更加為之瘋狂 藝術教育其實是價值教育 譬如是真、善和美 都希望他們在一生裡面 都會繼續用這個真善美的態度 去生活 戲劇也好 或者藝術也好 它未必可以幫我們找到一個出口 或者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的生活還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在看的過程裡面 有人跟你分享著同一種的情緒 就已經很足夠 它的感覺就好像是生活上的一種陪伴 我覺得在疫情之下 整個世界所有東西都在變成的 我覺得都被同學看到原來變幻原始永恆 其實要去學習 去適應這個社會 適應這個世界的轉變 我覺得我也很鼓勵同學 就是雖然是很多東西變了 但是我們欣賞藝術的心 應該是沒有變的 我們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就真的要多謝 尤德著士紀念基金 當然也要多謝各位藝術家 以及學校裡面的校長、老師、同學 以及我們的Young Friends的會員 跟我們一起牽著手 走這條有時沒有想過要走的路 以往我們每年都會頒發一個 結出青少年之後的大獎 今年因為情況比較特別 我們就希望在這裡多謝 以及頒一個精神獎 給全部不離不棄 跟我們一起走這條路的大獎 繼續堅持相信藝術 相信藝術對我們人生的體驗 帶到我們有益的東西 今年Young Friends 青少年之後已經是二十九屆 明年三十屆大日子 希望疫情快點快點過 我們明年在劇場見 速度快點過